接着来关注小型飞机坠毁事故的最新进展 随着搜刃队伍成功巡获了飞机黑箱 当局目前正在积极展开分析数据的工作 交通部部长陆兆夫表示 黑箱外部严重烧毁 但是里头的储存芯片完好无损 部门已经将芯片送往新加坡实验室 尝试取回飞机失事前的最后录音记录 飞机黑箱负责记录飞行过程中的各种参数 以及驾驶员和各个塔台的对话 因此当飞机发生事故时 巡获黑箱有助于厘清事发噪音 交通部部长陆兆夫今天出席部门国庆活动后表示 基于黑箱外部严重损毁 以致航空事故调查局难以从中获取通话和录音数据 幸亏储存芯片状况良好 当局已在上星期六将芯片取出 昨天送抵新加坡交通安全调查局的一所化验室 复取坠机前最后30分钟的通话记录 陆兆夫还说当局还无法确认分析工作何时完成 但他保证一旦数据到手就会做出宣布 与此同时航空事故调查局将在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的协助下 准备初步调查报告预计在一个月内公布 另一方面沙安南景区主任莫哈默一巴表示 10名来自美国的航空专家今天将会前往案发现场 调查飞机失事的具体原因 根据马兴社电视台观察发现 飞机残台已陆续带离现场 运送到舒邦的飞机库展开进一步调查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特别庇访报道 期待 结束 对